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真的背不下来 当然在跟后期沟通之后 我决定这期还是尽量用平时说话的语速来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有人在问 剧本里不是有土罐的吗 为什么不说 哎 土罐 土罐那个任务纯粹是为了吸引玩家进行探索而已 再说了一个虐狗的任务我为什么要说 而且你说我平时抱着孩子录节目 怎么好意思嘲笑那些单身狗玩家们呢 还有这玩意又不是我写的去喷文啊 好了我不介意尽可能的还是喷一下我们主编冰块 反正背黑锅他们来 送死我也不去 说完了比尔马克帝国实验场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魏玉洛兰的另一个隐藏副本 那就是连官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吃书级副本 悲鸣洞穴吧 我们的文案在写这期文案之前就说要搞事情 忍耐了两期之后 总算是可以如愿以偿了 我们都知道悲鸣洞穴的事件起因很简单 光知识图 西洛克被转移到悲鸣洞穴当中 因为其中的环境阴暗潮湿 受光所眷顾的西洛克因为缺乏温暖和无法自由移动的 最终在悲鸣洞穴里发了疯 在洞穴里将所有的生物都屠杀殆尽 这其中包括了虫王鹿骨一俗 以及悲鸣飞鸽和巨大的蚂蚁 当西洛克死亡后 其能量爆发 四散的能量开始寻找宿主 而其宿主就是我们熟悉的魔枪式了 在AE版本中 阿拉德大路一变的黑锅 基本都直接甩给了遭遇死亡的西洛克 什么怪物狂暴化之类的 然而这个事件很快就被NX给废了 详情可以参考大转一之后 这个格兰之森的黑锅 直接甩在卢克的脸上 言归正传 在时空之门之中 前去调查的军队和隶属于帝国的暗杀组织起了内后 两方政治不下开始互相残杀 这就造成了我们在昔日悲鸣所见到的混乱场景 我们到达的时候 距离西洛克死亡也有一段时间了 帝国怎么起的内后 原因由我们不得而知 毕竟游戏里的剧情没有说这些事情 当然了官方的外专性的小说 以及游戏内置的故事不理 有没有这段历史的描述 我就不清楚了 当然这话是我们文案说的 据说他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 两只手就没闲着过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桌面上 还放着某波的软件 可能我就真信了 我们都知道 在《贝民洞穴》副本中 骷髅凯恩是因为魔剑复活而无法死亡的 而魔剑本身也具有 让死亡的生活复活的能力 罪恶法不罗的盗贼 以及同龄他们的盗墓王 血海以及魔法师恩林 说到空中魔女恩林 我们就得好好说一说这个家伙了 我们都知道在《昔日悲鸣》中 并没有《梦法师恩林》的出现 那么恩林是怎么死在《贝民洞穴》里的呢 官方没有给解释 没错你没有听错 官方没有给解释 我们恩X很明显 在做《昔日悲鸣》的时候 把这事给忘了 恩林的确是陪同调查人员一起的 当然这话还没见到 希洛克的时候 就已经死在了内讧之中 以至于《昔日悲鸣》 都没见到过这个人 呵呵虽然我不想黑恩X 但是很明显 恩X的确是把这活给忘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天坑 还有另外一个大坑 就是《昔日悲鸣》的事 凯恩因为爱丽丝的头发而复活 这跟魔剑有什么关系 难道魔剑也是爱丽丝给的 没道理呀老体 而且魔剑的来历也成立 游戏和剧情里都没有解释 除非去看一些设定资料才行 但是这依旧无法解释清楚 《昔日悲鸣》和《昔日悲鸣》之间复活的bug 另外 凯恩在最初的设定中 似乎并没有因为爱丽丝而复活 还是那句话 某度次挑人人都可做编辑 在老版本的《冰冰作梟》中 魔剑被挖出杀死了箭矢之后 魔剑会飞往下一个房间 依次复活盗魔王 恩灵以及雪逢暴 再次击败之后 魔剑会复活骷髅凯恩 在骷髅凯恩被击败之后 我们会发现魔剑没有逃走 而是直接消失了 如果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去搜一搜 老版本的击杀骷髅凯恩的画面 魔剑是没有逃跑的 而是直接消失的 而我们也知道 虫王一族早就被西洛克 蟹分而杀完了 而最终的BOSS却是虫王露骨 难免会让人觉得尴尬 新版本中 NX好像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让魔剑依附在了虫王的尸体上 来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问题又来了 魔剑没有被扒出来的时候 虫王BOSS房间之前的一个房间 小虫子是哪来的 嗯嗯嗯 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一路追杀魔剑 直到最后 他才选择依附在了虫王的尸体上 那么这个小虫子 总不能凭空不暖出来的吧 很明显NX有嗑药了 虽然想要试图搞定这个旧的剧情漏洞 结果又弄出来了新的漏洞 让我们不得不佩服NX的策划能力 或者说NX文案能力 再或者说我们主编的某能力 总结一下 悲悲怒学的Bug实在太多 空中魔女A0的事情 当然了 这只是忘了 说不定哪个版本故事部就记载着 凯恩和骷髅凯恩的复活的问题 以及成功路本之谜 这一切想解释清楚 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这是连NX自己都吃不下的精华字典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 差不多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来说说神奇的巴卡尔 以及天空之城里那些让你蛮理解的破事吧 电话或者是欢迎玩家来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